由加拿大眾議院國馬委員會主席 史格洛率團選在雙十國慶期間訪台 總統蔡英文親自接見 感謝國際友人力挺 我要接這個機會 我要感謝加拿大對台灣的重視和支持 派遣軍艦在台海執行自由航行任務 以行動來守護區域的穩定和平 蔡總統特地感謝加拿大和美國軍艦 通過台灣維護和平 而國慶期間抵台的 不只有加拿大國會成員 日華肯也率團訪問 蔡總統的國慶演說 更讓會長古烏龜斯印象深刻 儘管蔡總統的國慶文告 也向北京當局递出橄欖枝 但中國國台辦不買單 台灣沒有總統 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 當前台海出現緊張局勢 更遠在於民進黨當局 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 不只中國外交部跳腳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也嗆聲 認為蔡總統的國慶談話 堅持兩國論的立場 歪曲兩岸關係性質 渲染大陸威脅 推協責任破壞兩岸關係 只有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才能和平穩定發展 我們願意在對等的基礎上 以對岸尋求台海和平的方法 增進兩國之間人民的往來 昨天來講 還有二十多架飛機飛來飛去 可是不叫挑釁 那我就要問 那怎麼樣才叫 面對中國文攻武嚇 不斷赴怨其發聲 再堅守主權前提怨和對岸溝通 世界有人則無謂 選在國慶期間接力來訪 以行動力挺台灣 參與新聞簡容提供 我明宣SN小組台北報導